真的就是永遠不會倒嗎? 真的是永遠就會控制著國家嗎? 盜國賊會永遠控制著國家嗎? 我不相信 我恰恰相反 我看到了他們倒下來的那一刻的 基本的那個樣子 我甚至聽到了聲音 他們倒下來的聲音 從這幾天來 這個美國燈塔登出絕密文件 就像過去一如既往一樣 來否定和栽贓郭文貴的還是這幾家媒體 香港的東網 在美國的萬維網 那個多維網 抱歉啊 多維網 博訊 博文社 然後是北京的環球 所有當文貴發生那個洪通的時候 也是以東網先爆出 然後就是環球 然後就是博文社 然後就是財新 這幾個爪牙的媒體 流氓媒體 永遠是代表著盜國賊 來欺負郭文貴 這回的假文件事件 又是他們出來了 我再負責任地告訴所有的網友們 戰友們 你們看到我的歷史當中 他們報導我的有一件事是真的嗎? 要有一件事是真的 我可以承認你們所有報導都是真的 悲劇呀 為什麼他們這麼做呢? 上海老領導給我說 上層有密切的安排 打掉你郭文貴支持你的所有的人 用高科技啊 現在可能真不是推特公司被藍金黃 或者說都是被藍金黃 他說 已經中國的情報部門 軍事部門已經有能力 完全有能力控制到推特 你的增長量和你的信息 甚至關掉你的推特 然後通過大量舉報讓你被關閉 他們已經是形成了一個團隊 他說對你要閉嘴 消滅你的影響力 和文貴網友的在一起 同時派出大量的藍金黃代表 收買分化 然後再收買海外的 咱們派出沉默的力量 那個沉默力量與那些所謂的 什麼福建會 納監會什麼梁冠軍這號的 對郭文貴下手 然後想辦法通過國家力量 傷害郭文貴 他說文貴啊 這些事情 不是 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你觸碰到了最高層的核心利益 給他們帶來了威脅 而且他們互相利用 把所有的罪責都推到你身上去 造假文件的事情他說 如果是假文件他不會理你的 假文件他說成千多了去了 成千六萬 為啥這會兒連外交部都出來發聲啊 要說是你啊 他們就是要試圖把你變成國家的敵人 習近平的敵人 共產黨的敵人 中國人民的敵人 這是他們一直以來的 為什麼東網多維 和環球博文社同時出手 那都是安全部和專案組的一致協調的結果 我在這裡負責任的說 曾經我在華盛頓亮出的文件 在亮文件之前 我在華盛頓白宮後面一百米的地方 美國FBI官員當場告訴我這都是真的 這都是真的 如果它不是真的 我不會拿出來的 當場這個有參與者 是我們民運界的有影響力的人 都是在場的 有一天會出來作證的 那個文件是真是假 通過東網的反應 多維網的反應 博文社的反應 和外交部的反應 是他們一致的行動 我認為那一定是真的 我還真有文件沒拿出來 結果這次你們往我身上喝髒水陷害我 我決定要拿出來 過兩天我都會拿出來 這是你們逼的郭文貴 這是你們發髒陷害的結果 我給你們的回報 這是對博文社 我給你們一致行動的 我給你們的還擊和回報 還有環球時報 還有環球時報 財新胡舒裡 香港東網 你們一致行動的 我給你們的還擊和回報 Did you call 嗎 是誰